大家好,不得不插一条突发消息啊 就是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在竞选演讲的时候 遇到了枪击 然后我们昨天其实还在说这件事情 我说美国大选会说的多一点 但是基本上这已经把这种戏剧化直接推上了高潮 我们先说说一个事情的一个经过吧 就是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 一次竞选集会上遭到枪击 就是当时这个川普就直接被特军人员包围着了 就站起来 可能他诱饵 他的诱饵都受了一点伤 这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川普经常 他有这样的一些小动作 讲讲的时候 头晃一下 头晃一下 打中了 这枪打中他的诱饵 意思就是什么 他如果不晃一下 或者是这个枪的差这么几厘米 就说明就直接爆头了 直接爆头 就是川普就是 就是直接就去找安倍晋三了 然后然后事后好像是就是美国特听局就直接把凶手给击毙了 中间还有一个一位观众不幸遇难 所以说就死了两个人 川普受伤 然后去到了医院里边 现在 基本上是其他都是正常吧 但是川普在发现受伤之后 他还举起了右手 表示说 你看 我是这么的命运 首先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事情 第一 就是说 川普这次是大难不死 怎么说呢 应该算是比喻后福吧 然后他这个 对他的一个竞选 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怎么说这件事情啊 他是一个 就是说 你是一个美国总统 然后你遇到这么紧急的状况 遇到生命危机的时候 然后你还表示沉着冷静 并且还这样举起右手 表示抗争 表示这种 然后民众一定对他这种 这种强硬的态度 就是表示支持 并且很多中间选民就会发现 这肯定是属于政治迫害了 之前的一些 比如说 川普之前他遭受的一些 现在写什么指控啊 案件指控啊 办理管理监狱啊 取消你的那些 竞选的那个资格呀 但这次基本上就是 就是红刀进白刀的处了 把其他的那些 纸面上或者什么上 都没有办法来解决 川普这个 这个共和党 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了 只能最后用 这种暗杀的方式来去处理了 那就说明什么 那中间选民就会觉得 你们都已经弄到这样的地步了 然后很多中间选民就会 就会更倾向于去选择川普这样一个人吧 然后我们看看事后发表声明的 Elon Musk就是直接属于全力支持川普 然后 拜登的话 和那个Nancy Pelosi也表示 对这种就是强击表示谴责 奥巴马出来也表示谴责 当然他们一定会出来进行谴责 但是不管怎么是说 谴责不谴责 但是没有办法了 其实都是对于这种川普的一个助选吧 然后第二我们说明一个什么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美国两党派的 这个两党的矛盾 已经激化到 就是完全不可调和的地步 你这个事情想再这么发展下去 对吧 那如果说这个竞选或者是大选 它不是一个这种碾压式的 一边倒的一个方式 如果是一个 世界力敌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谁也不保证 民主到那边会不会遭到暗杀 对 然后美国这边是越来越撕裂 然后 其实应该是选一个比较 出来一个中间派的一个总统 或者是怎么样的 出来的话会更好一点 也就是说 现在的民主党和这个共和党之间 已经到了就是你死我活的地步 对吧 我宁愿就是背上这种 怎么样的一个骂名 也希望 也不希望这个川普上台 这真的已经到了就是最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然后我们看看其实美国总统 对吧 之前在美国再任的总统 其实都有过被枪杀的一个这样的经历 比如我们能说出来的什么杰克逊 林肯 肯尼迪 里根 福特 什么之类的 有的有四个总统就被杀死了 有的呢 就是只是受伤 但是你现任总统都能被杀 像川普这种 你还 就吧 你只是一个前任总统 和现在的 将要竞选的总统 也并不是说多么出格的事情 其实川普他其实应该自己 也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毕竟已经到了这种 怎么说呢 就是 怎么说这个词 对吧 就是生死实俗 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然后民主党就拿不出任何的办法 你说现在临时换帅 选一个人 重新选一个人出来 也不行 是非常不好的 直接用拜登的话 可能就直接输了 然后另外的 对吧 你再在选票上去 去 想办法 现在已经很难了 所以说说说 说到最后 像这种暗杀 你基本上 可以说是 一个最后的一个选择了吧 其实很多人 其实大家也 如果去经常聊这个 美国大选的话 大家也就 也就聊到这步了 可能最后 大家会担心的是 川普 你还有没有 有没有能力 在真正的活到 你能当选那一刻 现在也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可能是经过 这次暗杀之后 可能安保啊 各种问题 各种都会提升 一大截 或者是川普 出来的时候 你会更加的 去小心 但是这个东西 就已经是这样了 哪怕有一天 川普已经 他就是 继续 当上美国总统了 但美国总统任期 四年之间 他又面临 什么样的一个压力 就说 他们双方已经到了 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步 就说 有什么 对 你就看把任何一件事情 拿出来 真的是 你都没有办法 去 去 说 共和党和民主党 怎么合作 去解决这件事情 比如说俄乌战争 川普上来说 我要一周之内 给你解决掉 那可能就牺牲乌克兰 直接跟俄罗斯合作 就把乌克兰解决掉了 那 对吧 民主党那边 我支持你这么久 你怎么搞 对吧 川普上来 比如说巴以战争 那川普上来 他肯定是 强力支持以色列的 对吧 现在本来这种 巴勒斯坦在美国 这种大学历啊 或者是 这社会思潮里面 其实大家还是同成弱者嘛 这不是完全割裂吗 还有他的那个 任何的一件 国际热点事件 对不对 比如说气候问题 川普根本就觉得 你们就是在胡扯 什么 什么二氧化碳呢 什么全球变团呢 什么气候问题 你们都在胡扯 我根本不搞这个 然后还有什么 新能源领域 还有很多的 在他们的 对基本的政治观点上 真的是 你拿出任何一件事情来说 都没有任何一个解决的 一个办法 因为 因为美国的两党 已经完全就是 越走越远 所以说现在 其实美国人们 其实 我们现在 我们 我们就先回头说了 是吧 中国有对中国的问题 美国有本 美国的问题 就是 主要是看这两个国家 在未来 谁能自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那就 还是在今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内 能够 在世界的历史舞台上 能够站稳脚跟吧 美国的问题 不好解决 中国的问题 自己也不好解决 然后其他的 另外一个 另外一集 欧盟 欧盟的问题 更不好解决 所以说 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看哪个国家 能够真正 更好地解决 自己这个问题吧 然后 至于什么阴谋论 或者是谁自杀的 这样的事情 我估计以后也不会 会 就是出来会很多吧 因为毕竟 像这样的热点事件 和类似于现眼电影一样 大家都愿意去讨论这件事情 毕竟美国的很多的总统被辞嘲 比如说肯尼迪亚 对吧 那么多的 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 你说是故事也好 你说是天方夜谭也好 都会出来 但供大家津津乐道 但现在也是一样了 川普这件事之后 肯定也会出来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些阴谋论 或者怎么样子的 但是确实是 谁想按啥 那肯定不是共和党这边 或者是川普的支持 对不对 那肯定是他的反对者 那川普的反对者 有非常非常的多 估计美国差不多得有 对吧 将近一般的人 或者怎么样子的 真的是 真的是恨不得这个人 有一天赶紧死掉 不管怎么说吧 反正这件事情就是 会持续引起大家的关注吧 我们来看看一些后续 我们稍微解读一下 然后看看后续怎么发展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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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